要怎么样呢? 再一次 因为很多点 要碰到这个面 这个时候才是 如果你像刚刚这样子 移到这个点,这个有啦 如果你被其他的点给碰到的话 那就没有了,像这样就不行 所以你要分清楚 那我们就直接在这个面上面 那你要到这个面上面的终点 有没有,终点,要抓到这个点 有时候也不好抓 很多人就是 经常点不到这个终点 点了之后的话呢,向外 20,因为它的半径一样 那向外的再拉一下 记得要拉出来,你不要在原来的位置 输入100,它会 会不出来,特别是一定要往外拉 往外拉之后的话,给100 OK,按Enter 这样子的话呢,就会出现一个圆锥 再把这个圆锥换个颜色 换成红色的 OK 那另外一个方向 假设我今天呢 另外一边也要怎么办 你可以转来想说 这个我知道 当然方法很多 你也可以怎么样 本来是东南 对不对 我们现在东南等角 那你也可以怎么样 变成西南等角 不对 西南不对 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 东北 东北 这样就看到 所以你可以转一下 本来在东南 对不对 你就把它转过来 东北等角 那东北等角有没有画 可以啊 那有同学想说 老师,那这上个礼拜有练习过吗 你可以用近色的 那近色的也OK,没问题 近色又分成我们上礼拜讲的 2D的近色 那除了2D近色之外的话呢 其实还有个什么呢 各位可以看到 上面还有个功能 叫做 3D 3D近色 这上面没显示 3D近色的话呢 它是放在3D作业里面 这边会有什么 3D近色 有没有 那当然有一个2D近色 跟3D近色 那你想说 那2D近色跟3D近色 在这个地方有什么差别 也没有 可不可以画出 2D能不能做到呢 等一下可以试试看 那3D能不能做到 也可以试试看 两个方法 我们等一下再来讲 所以请各位呢 先练习一下 第一个 先把这个圆柱 在这个面上做出来 再来的话换一个圆锥 那在圆柱上面 你可以有几种画法 第一个 请你试试看 用圆柱的方法画 第二个的话呢 请你用我刚刚有用什么呢 挤出 挤出的话 跟按拉 都是必须在上面 画有什么 2D的物件 再把它拉出来 所以这部分的话 我想各位可以试试看 好吧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坐在休门中 踏迹